安波足球快信 2021年5月4日,彭美拉斯势攻陷防卫者 星期三早上,南美自由杯分组赛继续友好戏上演,身处A组的防卫者将主场迎战彭美拉斯 作为未免冠军的彭美拉斯,今季分组赛继续友好表现,金仗面对同组实力仅次于自己的防卫者,到了验证球队成色的时候 另外,M直播届时,将会有这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防卫者分组赛前两轮都拿到不败战绩,不过首轮未能在迪华利独立队身上拿到三分,令球队在争夺分组赛第一的路上埋下伏不 同彭美拉斯目前在国内踢得巴胜联不同的是,防卫者现在还要征战亚联杯 这项赛事,可以说是暂时顶替了亚甲,对于争夺下季南美自由杯或球会杯资格逆起了关键的作用 反观巴西联对于彭美拉斯来说,只是巴甲开季前的热身赛 但由于分心南美自由杯,导致防卫者已经连续三轮亚联杯输球 球队只领先副班长位置三分,所以他们需要更加侧重于联赛 而彭美拉斯和防卫者颇有渊源,彭美拉斯是南美自由杯要位免冠军 防卫者就是上季南美球会杯的冠军 两队在南美超级杯中,有过两回合的交手,最终双方各赢一场 兼且两场比赛的比数相同,最终通过互射12码大战,防卫者最终问顶冠军 今季南美自由杯,两队又再次安排在同一个组 可以说彭美拉斯的复仇之战,来得相当快 细心留意,彭美拉斯在巴胜联,同自由杯的比赛中,分别派遣两套不同的阵式 球队将主力阵容,都安排在自由杯中 巴布莎,雷斯艾迪安努,同埋拉菲尔维加这些主将,亦在南美自由杯中有好的表现 在他们的带领下,彭美拉斯前两轮分组赛攻入了8个球这么多 他们是今季南美自由杯,攻击力最强的队伍 彭美拉斯今将走防防卫者誓要完成复仇 你听着的是安波足球快讯 记住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,和赞我们的专页